医管局说留意到网上流传有人转售公立医院开出的药 表示非常关注 涉及的是由佛教医院开出一种渗透性泄药与果糖 并且印有病人的名 医管局说注意到事件并且非常关注 提醒市民不应该擅自将药物转售或者转交他人使用 如果发现涉及不法行为必定会严肃跟进 和转交执法部门 涉事网救平台回复查询的时候说 只是整理相关资料